在美国和以色列的不断声讨中,俄罗斯的F-300反导系统终于抵达了雪利亚,并顺利的交付给政府军妥善保管。 如今是军的地面防控部队,已经成立了新部队专门接受俄军的机能培训。 提高自身对F-300系统的熟练程度,而整套培训课程,将会花费6个月的时间。 一旦培训经过验收,得到了俄军的认可,俄社联军将会拥有一支全新的防空部队,配合俄军在赫梅鸣基地部署的防空系统,雪利亚的领空将会得到彻底的稳固。 但是这一切的转变对于美国和以色列,而嫌这是个坏消息。 由于中东各国之间紧密相邻,尤其是越南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,在地图上有大片的土地同雪利亚接染,如果F-300系统部署得到,那么以色列的F-35和美军部署,在越南的F-22的一举一动,都会落在俄社联军的视线中。 即便美一两国想要出动战机,文陀起见也只能派出F-35和F-22这位先进机型,而三代机恐怕将会彻底退出舞台。 不过以色列却坚信,即便把沙尔手中先添了一张保命底牌,仍旧无法改变蓄意之间巨大的装备差距。 且不说目前S-300还没有一次成功的案例,可以证明自己有能力揽截,甚至机会用身战斗机。 此前西班邻军轰炸去利亚首都大马什格的期间,S-300就对空校首都地下辅导弹无动于衷,即便发射了揽截导弹,也没能阻止首都歪歪变成一片废墟。 因此以色列高层公开宣称,他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,仍然会派出战斗机前往叙利亚,对那里的极端组织和伊朗部队展开打击。 直到对方从叙利亚的国土上撤退,可实际情况却比尔军想象中更加残酷。 近期据媒体披露,就在以色列的战斗机再次进入叙利亚的上空之后,机舱内却响起了被锁定的警报。 这正是俄军部署,在叙利亚的S300系统发挥了作用,显示俄反导系统的雷达信号已经发现了以飞机的踪迹。 林响起前段时间俄军的警告,以军飞行员当机立断决定返航,并迅速地离开了事发空域。 虽然这场空中较量并没有出现伤亡,可是却对美国和以色列结了个性。 如今把俄罗斯已经不会再保持克制,若是没打算在叙利亚一意孤行,那么等他们的就只能是被击落。 相信这一次被地面防空系统锁定只是俄军的出路锋芒。 待到两军彻底摊台时,才是俄军真正露出摇摇的机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